那外国人对中文歌的热情有多高涨 纷纷在国外街头翻唱中文歌 这发言比我都标准 怕不是假了外国人吧 问你在日本KTV听到中国红歌时是什么感受 最近在日本的一家KTV里 一位日本小伙就用自争腔圆的中文 唱了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咱就是说这是能唱的吗 小伙子这是想入党 共产党洗脑为民族 共产党大一生出风光 我爱惊天安门 天安门上开阳声 为大灵修毛主席 指令我们向前进 这有感人吗 有人可以给我介绍吗 我有这个 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留下一首难得 我歌唱为你做宝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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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在酒吧听到一首中文歌 你以为是中国人唱的 没想到竟然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小姐姐 这位就是来自俄罗斯 名叫凯丽的小姐姐 这首如果这就是爱情 唱的是真好看 哦不 是真好听啊 我这就是爱情 本来就不肯定 你不需要证明 我可以离去 我可以离去 想不到谭校长的粉丝 已经遍布全球了 这位黑人小哥 就在纽约街头 唱起了谭永林的代表作朋友 你别说 这粤语说的比我顺流多了 永远自立自我 永远高峰高峰 就变成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小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